Hello 大家好 我是潘潘 有一天我跟姐姐聊天 又聊到说我想生二胎 二胎最好是一个女孩 就是想我的这个愿望吧 就是想说生个二胎 然后是一个女儿 然后姐姐就说 那我应该就是没有负担 没有压力 不然的话不会想着说要生二胎 然后我觉得她说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在有了求求之后呢 刚开始呢我会有一些压力 对于角色的转换上 我会不太适应 然后以及睡眠啊这样子等等 就会觉得小孩子会比较麻烦 然后那个时候是不太想生 现在的话就是有有有点想生二胎 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痛苦 然后生的时候也不痛 因为我是全程是打的那个无痛的 所以一直到生都不疼 除了生完之后麻醉药过了之后才会有痛 所以我觉得我整个孕期加生产都不痛苦 另外呢就是在带孩子过程中呢 虽然说孩子基本上都是我在 就是喂养啊洗澡啊 哄声啊等等这一块都是我来 但其他家里的其他的活 家务什么的都是先生包揽的 所以也是很大程度上就是也有帮到我嘛 就是一起就是一起 这个家就一起两个人一起嘛 就是分工不同 嗯就是一般就是喂好奶 然后衣服啊以及奶瓶啊 洗奶器啊这些东西都是留给先生去洗去烘干 还有就是吃饭问题 然后洗完洗锅这些呢 又全部交给先生 衣服也是交给先生去洗 家里面的地眼啊这些等等 都是交给先生来了 所以呢我只要管好球球就可以了 然后大部分家里的其他的家务 都是由先生包揽 所以也就觉得还好 就没有像大家有些宝妈在抖音上吐槽啊 或者说是发泄一下 说自己带娃都要崩溃了 然后干什么事情小孩子都跟着他 然后哭啊什么闹啊 家人都妈妈都崩溃掉了那种 这种情况我反而没以为 因为我觉得小孩哭 他那个我觉得他很可爱 我一走开他就哭 说明他很需要我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还蛮蛮喜欢的 对所以我觉得带小孩对我来说 心理上没有造成这种多大的伤害 偶尔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伤害吧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困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说有点烦躁 有一句话说的好 就是说生了孩子之后 你才知道你嫁的人是人是鬼 所以也幸好我嫁的是人不是鬼 球球现在是非常依赖我 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着睡着可能中途醒了 然后看见我不在他身边 他会哭的就需要我去抱他 他才会很安稳的睡着 然后每当就是球爸看到我怀里抱着球球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哇球球好可爱呀 因为他侧躺在我怀里面嘛 然后球爸就说你让开让开让我来抱 然后就会让他抱着球球睡觉 然后有的时候球球中途哭了嘛 他就说你别来让我来 就是球爸会想要去哄球球 但是球球不要他 就是反正球爸怎么说 爸爸在爸爸在 然后边拍边哼 没有用 球球不买账 就是他不要爸爸 他只要我 然后我只要一过去 我只要摸到他的那一刻 哎 球球就不哭了 立马就不哭了 然后会很安稳的 在我怀里睡着 然后每当这个时候 球爸就会很生气 说臭小子 不给面子 就很好玩 这就是因为他 带小孩带的比较少 所以呢 他球球就会比较认我 主要是我带的多 红睡啊 喂奶啊 什么的都是我 所以呢 球球会对我更依赖 但是他还是很喜欢爸爸的 就是他看到爸爸之后呢 会很娇羞 很开心 然后会手舞足蹈 只不过是当他在 需要睡觉的时候 更需要我一些 其实生二胎这个呢 想归想 但实际上 如果真的去生二胎的话 会有很多的不便 然后会有很多的麻烦 第一个就是 又要经历一次 变胖 变丑 然后又要经历一次 这个 没日没夜的带娃 其实想想还是挺累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家的 房子比较小 然后呢 只有两个房间 那如果到时候生了 还是要请月嫂 请月嫂的话 月嫂就没地方住 这个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说 去台湾生 这个就看到时候的情况吧 如果去台湾生的话 因为台湾的房子是 那种楼房 而且还有弟弟 弟妹一家 然后 如果我在台湾待产的话 先生不可能 有那么长时间陪我 我又不想要一个人在那里 一个人怀孕 然后在陌生的地方 老公又不在身边 所以想想 我也觉得挺孤独的 觉得如果真的怀孕的话 除非先生能陪我 不然的话 我不可能一个人在台湾待产的 不然的话 我心理上会很难受 所以 二胎这个东西再想想吧 也不是那么着急的事情 可能等球球五岁六岁 再考虑吧 你要多生一个小孩呢 其实你还要想到 就是家里的经济状况 可不可以允不允许 你去再养一个小孩 毕竟养一个小孩的成本 还是很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 我现在就在想 如果现在有二胎了 总感觉 对球球会有一种亏欠 就是球球现在是我们家里 唯一的宝 然后突然间又来了一个 小弟弟小妹妹 然后分走了球球的 这个 所有的爱 就是会分一半走 我就觉得对不起他 所以二胎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家里面聊一聊 然后要真正的说去生二胎的话 可能是 有可能不会实现 不一定会实现 得这么讲 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 喜欢胖胖的可以订阅支持一下 小广告也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感觉我的牙齿缝越来越大了 你看 牙齿一直要被这边跑 然后就念这个 哎 记得点赞关注哦